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以失误送分 这种公然打假球的行为冲上了热搜 比赛进行到第四节一分半钟左右 江苏队依然保持领先 但这时球员突然向断电了出现四次失误 上海队趁机追分 算上投篮加罚球很快完成逆转 无论是现场还是看直播的球迷对比赛这一幕感到惊呆 网上骂声一片 也许是舆论压力太大 蓝鞋在深夜发出一份公告 针对这场比赛情况展开调查 并要求两家俱乐部书面报告比赛情况 后续取得调查结果将及时予以公布 一经查实比赛中存在违规情况 进行严肃处理 平信而论 上海和江苏的这个系列赛结果在大家的意料之中 常规在最后一场结束之后 布莱德索因为场上冲突 迟到停赛四场罚单 这对于上海队接下来的季后赛非常不利 首轮跨过江苏队不是难题 但第二轮会和老对手深圳队相遇 少了一个外线强点 晋级半决赛的可能性大为降低 如果和江苏打满三场 布莱德索只缺席上海和深圳的第一场 万一局面不利 之后还有翻盘的机会 季后赛开始之后 上海第一场比赛轻松取胜 随后李春江选择雪藏王哲林 理由是后者有腰伤 客场送给江苏一场胜利 双方打成1比1 回到昨晚的比赛 江苏排除残阵 明眼人都直到不想赢 无奈板凳球员们打得太好 和上海紧咬比分 要不是最后一分钟内大放水 或许出现的就是江苏队了 如果上海第三场早早领先江苏 比赛失去悬念 球迷也不会太愤慨 只因为场面上没有一边倒 但瞬间突然送分 输球太明显 工人造假的行为实在让人看不下去了 赛后李南总结 球员比较年轻 最后时刻打得好与不好都很正常 要锻炼关键时刻的能力 但显然球迷对这个说辞是不买账的 其实本赛季江苏队打得不错 在底层徘徊多年之后开始复苏 重回季后赛 本来李南是受到大家称赞的 但这一场比赛再次毁了声誉 与此同时 NDA下发了最新的通知 独行侠队因为故意输球被罚款75万美元 前段时间 独行侠在本有可能进入季后赛的情况下 选择放弃 影响造成了恶劣的影响 只是没想到 CBA也出现同类事件 对比NBA的重拳出击 现在压力来到蓝鞋这边 自从三月份处罚新疆南蓝卫国 蓝鞋的管理水准受到质疑 自身形象已经受损 如今联赛出现这么明显的违规操作 不给球迷的交代确实说不过去了 针对4月14日2022 2023赛季CBA联赛季后赛12季 8 上海90队与苏州肯蒂亚队比赛引发媒体 球迷强烈质疑一事 中蓝联体育有限公司高度重视 已就本场比赛情况展开调查 中国蓝鞋也在第一时间 则称中蓝联公司查明情况 中蓝联公司待后续取得调查结果后 将及时予以发布 假球实锤了 江苏外延赛前已定机票 连夜跑路 从外界的留言来看 几乎所有人都认为这是一场假球 而从赛前 赛中和赛后的一些动态来看 这场球确实非常值得怀疑 江苏打假球实锤了 先说赛前 昨晚的比赛还没开打 外援威廉姆斯就在社交媒体 发布了一段很有深意的文字 威廉姆斯说道 这不是我的选择 是他找上我的 这段话在赛前看来有点莫名其妙 但比赛结束后 很多球迷把他与假球联系到一起 却显得那样顺理成章 作为球队中的核心外援 如果这场比赛是被操控的 那威廉姆斯显然知道一些内情 不过目前一切都还只是球迷的猜测 具体还得看篮鞋的调查结果 再说说赛中 那诡异的黑色一分半 江苏和辽宁的多重操作 都显得非常不合常理 首先是李楠 他在球迷连续四次失误期间 居然手握多个暂停也不叫 任由球队崩盘 再说说球队总经理史林杰 在布莱克尼连续失误的时候 他居然露出了迷之微笑 最后就是江苏的球员们 把底线球都能失误两次 实属罕见 而且失误之后 他们没有稍微停下来看教练 要不要暂停的意思 而是马上继续发球 继续失误 如果这种情况发生在比赛前段 也就罢了 但那可是决赛比赛胜负 决赛球队晋级的生死时刻啊 再看看赛后的动态 更是匪夷所思 根据体坛周报记者 少华仙的透露 就在录节目时 布莱克尼已经赶往土东机场 行李都已经打包好了 也就是说 江苏在赛前 就为已经帮布莱克尼订好了机票 外援也选择了连夜跑路 江苏队的这个行为 到底是有远见还是先知 值得我们深思 体坛周报的另一个主持人 继孟年则反驳 球队提前给运动员买好票也正常 关于这场球赛 是否是假球 外界众说纷纭 但矛头都偏向于打假 所谓蓝坛的名嘴 杨毅和苏群也发布了他们的最新表态 孙群在公众号的文章提到 必须撤场 如果不是假球 那就还人一个清白 如果证据确凿 那就绝不姑息 苏群表示 CBA以前也有过假球丑闻 但基本都是在常规赛 很少有球队拿季后赛 当儿戏和利益交换 而上海和江苏的系列赛 却出现了种种不合常理的情况 一是上海在拥有NBP王哲林和1-0优势的情况下 许人主动放弃第二场 二是江苏本就机会借此暴冷晋级 却以莫名其妙的方式最终输球 NBA官方针对独行侠 涉嫌假球和故意输球展开调查 最终结果出炉 一 调查结果证实 独行侠没有打假球和故意输球 二 独行侠违反NBA联盟轮修规定 三 球队行为和公众言论体现球队输球的意愿 已保留今年首轮签 四 独行侠给联盟造成不利影响 被罚款75万美元 所有球迷都认定 中国蓝鞋和CBA公司 依旧采取破悉尼的处理态度 按照NBA处罚独行侠的标准进行处罚 但是所有球迷都忘记一点了 独行侠调查结果是 没有打假球和故意输球 而上海南篮和江苏南篮的系列赛 中国蓝鞋和CBA公司 在强大的证据事实面前 在国家体育总局纪检委 和中纪委第15巡视组 盯着体育协会面前 他们敢吗 君子与小人相动 有人成君子必有人当小人 你们懂吗 认定上海南篮和江苏南篮打假球 和双方各自让一场 故意输球的依据是什么 12禁八复加赛第二场 上海南篮以王哲林伤病而轮休 下半场各是拿下全部的外援 采用全华外迎战 板凳最深度的轮转 导致江苏迎球 上海南篮假球和故意输球证据确凿 事实清楚 12禁八复加赛第三场 王哲林给威廉姆斯限制 最后时刻1分34秒 江苏海100比96领先上海南篮 突然李南将发挥出色的威廉姆斯幻想 布莱克尼上场直接送失误 吴宇佳底线发球失误 王哲林上篮不忠 吴宇佳拿到球权又被对手抢断 岩石运球失误 布莱克尼再次失误 布莱克尼抱怨吃踢 布莱克尼最后时刻 替还威廉姆斯上场以后 利用自身第一级失误 送上海南篮逆转拿下本场比赛 李南最后时刻的神奇操纵比赛 是江苏南篮假球和故意输球的铁证 威廉姆斯发布社交媒体说 君子与小人相斗 有人成君子必定有人当小人 你们懂吗 相信本场比赛之前 双方高层已经有了默契的配合 李春江故意输掉G2的目的很明确 就是给布莱德索争取时间打八进四 同时上海南篮主场可以多卖一场门票 还能保持球员的状态 而江苏南篮也一直在配合 但是万万没有想到 上海南篮的球员是真不争气啊 让江苏南篮最后时刻给逼入绝境 王之林 MVP面对威廉姆斯也就剩下批 无奈之下 李南最后时刻才出手 就上海南篮这状态和水准 即便不被剥夺比赛资格 常规赛被深圳双杀 季后赛八进四同样也是2比0 国家体育总局打压的假赌黑反腐败工作 正在体育界轰轰烈烈地展开 CBA联赛中的俱乐部居然无视体育精神和体育道德 践踏职业操守 严重地顶峰作案 相信中国篮协是不敢包庇和纵容上海南篮和江苏南篮 双方被剥夺本赛季成绩和比赛资格是一定的